哈囉 最近買了一雙登山車卡鞋 那原本我是穿這個Philic的R1 那這是屬於這個公路車用的鞋子 那這個我用的是類似Look系統的卡套在用的 不過走路都會發出啪啪啪的聲音 那有點不方便啦 那我現在改換成買這個LANK的這個登山車鞋 那LANK登山車鞋我是買用成那個SPD系統的 那它是MX238X的 那我是穿這個那個後座的那個43號的鞋子 那這個鞋子有兩種顏色 就是迷彩的跟那個黑色 那這個登山車卡套這個我是用SPD嘛 那就是用這個去前方這個去勾那個 我買的是打彈器啊 那個打彈器的那個塔板啊 那就是過在這邊啊 那稍微只要腳稍微左右晃一下 然後踩下去那就會卡住 那就基本上跟公路車的卡鞋有點類似啊 那不過SPD的系統就是你要左右晃再壓下去 才可以固定住啊 那抽車都沒什麼問題啊 那這雙鞋子我還沒有到外面實測看看 那等我去試完之後再跟你們講 那它原本這邊外國的話是這邊是有附釘子 可是台灣版的這邊是沒有附釘子啊 嗯不知道是為什麼可能是 這可能要另外買還怎樣不知道 那這LINK的卡鞋是屬於這種 我是買那種寬炫版的啊 因為我穿這個FILLIC的卡鞋的時候 那它的這個左右邊啊都不夠寬炫啊 那我這邊還是會不舒服啊 那我尤其是右腳啊 我在騎車的時候這個 這邊的腳趾頭這邊都會有種腫脹的不舒服啊 那換成這個寬炫一點的話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啊 那公路車卡鞋這都是全碳底的啊 那這個LINK的我買到將近快9000塊啊 這這個不知道 這應該也是那個碳纖維硬底的 應該藏在裡面啊 那基本上如果裡面用SBT系統 拿來直接騎一般的踏板的話 這邊只要稍微改裝一下 就可以使用一般的踏板就可以騎了 然後這我記得這個有 這我在賣啊 那這個車子這個腳這個 那這個那個登山車卡鞋啊 就等開箱完之後再跟你們講啊 現在在北大悟的山上啊 今天天氣滿好的 那這次主要是試穿這個 那個登山卡鞋啊 那個用SBT系統去騎乘啊 那騎乘的感覺的話還蠻不錯的 那這個走路的話也比較不會有什麼聲音 也比較不會滑倒啊 還蠻不錯的 還蠻適合修行騎乘的 然後去買個東西啊都很方便 真的 那我用這個打蛋器這個 這個卡鞋的話 現在要慢慢去習慣了 也比較適合 那個不像之前那個路殼那麼難拖卡 那這次要拖卡很輕鬆就可以 比較能夠拖卡 那要抽車的話 跟用那種路殼卡鞋的時候的狀況是一樣 就很緊了 這個打蛋器 那個卡在鞋子上面的時候會更緊 感覺不輸給LOOK 然後拖卡也稍微比較容易一點 上卡我現在還不太習慣 那其他方面的話都還算不錯 那在大五三的那個三分之一處吧 就有這個探方啊 所以下山要特別小心啊